欢迎大家来到 婉林姐妹涛的健身教室 今天身为健身老师的我 要教大家三个简单的小健身技巧 那第一个我要讲解的是腹部 腹部又分为上腹部跟下腹部 那我第一个做的动作 是要练的是上腹部 它叫做V-SIT SIT就是做的意思 那V就是这个动作的形状 会像一个V字 就位置这样子 先做好 然后 起来之后 手可以去碰脚尖 就会成一个V字 就是练下腹部 下腹部 下腹部 然后这个可以做个 十二下围一指 然后可以做四指 四指完后 我们再练上腹部 上腹部的话 一样是弹好 然后手放旁边 脚定了后 手往上升 这个脚在上身的时候 可以压一下脚背 然后是用你的脚尖 去带动你的腿之后 变成直的 对 然后这个也是 十二下一指 你可以做三到四指 下一个 下一个是要练的是 屁股 可以拿一个 比较重的哑铃 或是 比较大瓶的 那个 那个保特瓶的水 然后 拿完以后呢 双脚与肩 就是同宽 然后 这个动作是要去蹲下 那在蹲下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你的膝盖 不要超过你的脚尖 因为这样才会用你的屁股力量 去往下做 如果你膝盖超过 超过那个前面脚尖的话 你就会用到大腿的力量 去往下面做 你的屁股就没有力量 对 那我们这个动作是要练屁股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从側面看 我的膝盖都没有超过我的脚尖 对 那如果 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我示范也是错的 错的就会变这样 就变成 在练大脚的力量 对 那平行后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这个可以 呃 十下一次 然后一样做四个 好的 然后下一个是 大腿 大腿这个动作呢 有点像打 保龄球 我们现在左腿的话 我们会伸 就是右手 就是相反的 所以 你 把脚抬起来后 蹲下的时候 右手顺势往前 然后回来 然后下去 往前 回来 往前 回来 那 我们伸前面手的原因呢 是为了要去 平衡我们后面的脚 所以 如果换另外一遍的话 前 回来 前 回来 前 回来 后面 前 回来 对 之后你就可以练到 腹 还有屁股 还有大腿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 好不好 拜拜 这是我近期出的第一本个人故事型写真书 叫做私藏男友 你们都有收藏了吗 呃 这本书的内容在讲解 属于我的男友力 总共有十个哦 还没有收藏的你们 要赶快去收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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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